今天彭音書講之前要講到使徒的合一。 今天講到使徒的合一。 合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, 在教會中是一個極大的事態。 我們在台灣看到, 例如,在台灣, 有幾個基督徒占少數, 而且是被分裂的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, 今天使徒書信講到的, 是屬保羅的, 或是屬彼得的嗎? 然後可以在台灣今日看到, 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, 在現代台灣的基督徒也會說, 我是屬於盧德派的, 我屬於盧德派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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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屬於盧德派的經歷, 我屬於盧德派的。 這是完全不正確的, 而是完全不正確的, 是從神而來自神, 而不是從神而來自神的。 在東內教中,我們也會看到, 以國籍來區別的東內教, 在教會中彰顯自己的國家, omiczes, 把國家架構在教會上, 而不是雪茲仰在社會之上, 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紛亂, 組成不同的團體。 就連我們這小小的教會也有看出, 以國籍以來分別的方法, 以及各種方法, 各種方法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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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有些滲透的間諜, 來分別的。 有些人會問, 為何基督徒在這小小的地方, 也會為分別的? 當然,不可能說,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, 我只會說幾樣。 首先, 第一,就是擁有權品。 其實, 為能力, 人類就是為了權品, 從伊甸園墮落。 也會是由於大小的社會部, 根本是會移動有權力的方法。 對於教會, 甚至於以大小的使用。 或是要求求真實地來自耶穌基督, 而是因為教會是一種方式, 他們會找到一個國際的地方, 而是為了國際的共同之處。 所以他們會使用教會, 他們會說, 我們有紅玉,我們有這個, 忘了我們有耶穌基督的聖誠。 所以,如同教會中大節慶來參加, 或是復活節有懶紅膽, 而不是為了耶穌基督而來的。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, 在這種情況下,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, 在這種情況下, 只專注在一些小細節, 我們要用聖誠師的聖誠。 所以,從這方面的觀察, 你們可以理解, 這些人們, 他們沒有依靠聖誠師, 他們不依靠聖誠師, 他們沒有依靠聖誠師, 要用聖誠師的聖誠師。 有些人會說, 對啦, 也不是這樣說, 其實還要用聖誠師的聖誠師。 但是,我們要仔細看, 我們要來尋找聖誠師, 還是利用祂。 所以,的聖誠宠為什麼不放 aceptan commencement? 這是不! 我們要做開, 我們用お店, 我們並沒有 按摩吃水, 您就知道, 以前已經參與聖誠師, 當然 無論如何反應的, 但是, 您 же才未能呼吸祿師, 之後你知道, vialARREN damals, 可以欺騙神父, 但是不能欺騙神, 這最終會有很大的衝擊。 如果基督徒在靈命上不成長, 他們就會衰敗。 如果我們不在靈性上, 我們不在心道上長盡, 我們不在神的生命上長盡, 我們就會墮落。 我們不是一般的教會, 我們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教會, 只有一千兩百萬人, 我們只擁有五%的基督徒, 但是多數是被分裂的。 我們必須在中國人、華人面前做見證。 那我們又能給他們什麼見證呢? 至少我們盡力, 在爭戰之中, 努力、盡力、 每天舉行聖禮。 現在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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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會有很多的教會。